在经济下行周期 变化这个话题大概总是能引起功名 毕竟要促使经济重新繁荣 要么就指望科技爆发 要么就只能指望变化 到现在这一刻 我们是不是又到了不得不变化的时刻 是不是哪怕在拖延一分钟 都会产生不可承受的损失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回顾我们历史上变化者的生平故事 就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在这个系列的视频里 我们将会用尽量评俗易懂的语言 洗说中国历史上的历次重大变化 讲述历次变化的前因后果 以及变化者们的最终命运 变化的目的是强国 而贯穿这个系列的主线是利益分配 军与相 官与民 不同的利益分配机制 决定了变化的不同走向 如官府以百姓为草芥 则百姓以官府为仇寇 变化者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做出的选择 决定了这个民族的过往 当下以及未来 现在我们开始第一篇的故事 管仲 帝国时代的开启者 管仲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真正的变化者 他担任齐相时的年龄已经差不多四十岁 在春秋时期来说已经算是老年人 管仲在齐相的位置上一直干到八十岁兵士 他用了四十年时间 从零开始制定了整个中华帝国的基本游戏规则 此后的两千多年 中国帝国从未脱离过管仲制定的套路 管仲年轻的时候挺穷 跟好朋友报书衙一起做生意 还总是亏本 生意实在做不下去了 两位好朋友就商量着去给达官贵人做门客 本着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原则 管仲选择了公子揪 而报书衙就选择了公子小白 这两位公子进行了一场惨烈的王位之争 公子小白最后取得了胜利 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 公子就被公子小白弄死了 他的门客管仲原本只能跟着一起死 不过这个时候 分篮子装鸡蛋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好朋友报书衙 给管仲求情 说管仲满肚子都是才华 比自己还牛逼 一定要重用 公子小白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跟管仲聊了聊天 感觉还不错 于是还真让管仲做了宰相 那会儿的中国还处于春秋时期 在政治体制上 基本上跟原始部落制度差别不大 所谓的王就是部落联盟的首领 而当时的周天子 也只不过是部落盟主罢了 真正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 管仲一上任 干的第一件事 其实就是改土归流 实施中央集权和分级治理制度 改土归流这个词 大家一定要记住 非常非常的重要 土官在本质上 就是小部落的酋长负责治理 遵循的是本地的相归民约 而刘官则是由中央政府负责委派官员 负责地方治理 遵循的是中央统一制定的法规 改土归流 意味着原始部落体制被彻底改变 管仲的玩法是三国无比 三国指的是将整个七国分为国度 东国和西国这三个大区 在旗下再设立五级行政架构 也就是无数 每一级行政官员都统一 尤其国王庭委任 这么一来 治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了七王手里 原始部落掌握生杀大权的酋长们 只能慢慢退化成小小的里长 平时调解一下村子里的民生纠纷海线 但是再也不可能拥有武装 动员力量和财富的收敛能力 这些重大权力全都归集到了七王手里 另外一个重大改革措施是官办企业 管仲年轻的时候 做生意不成器 现在当了官 对于怎么挣钱 竟然一下子就开了窍 齐国王庭大量开办之眼 炼铁和商贸企业 甚至还开办官营的风月娱乐业 民间企业根本不可能跟齐国的官办企业竞争 就算管仲本身不想垄断 最终的结果也一定是垄断 于是齐国一下子裁员滚滚 这两项主要的改革措施 只不过实施了八年 齐国就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要兵有兵 五级官僚体系 同心协力 随时都能组成大军 把周边各国打得屁滚尿流 周边的小国被吞兵了一堆 当时的大国 宋国和楚国也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于是齐桓公八年 齐 鲁 宋 陈 伟 正 徐 华 腾等国在优帝会盟 攻推齐桓公为霸主 照着发展架势 一统全国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想想吧 在周边各国还在实施原始部落制度的时候 管仲这位齐人竟然让齐国进入了真正的中央集权式的帝国时代 建立起了真正的中央集权制度 并通过盐铁官营制度收拢了天下财富 这种远见着实真是让老蛮我非常怀疑 这位齐人是不是穿越党 然而 管仲虽然把齐国带入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 但却没有解决帝国的终极难题 王权与项权之间的矛盾 其实也就是帝王与官僚阶层之间的矛盾 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互利用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王权太过强盛 雄奢极欲为所欲为 官僚们朝不保夕 这日子都过不下去 但向权太大 官僚们结党营私贪赃王法 一样是要天下大乱 管仲和齐桓公算是相互配合的还不错 管仲死了才不过两年 接任的宰相们就不满足于手里那点权利 于是联手把年老体弱的齐桓公饿死 然后各自扶持一位公子正位 相互之间打得不可开交 之后的齐国就再也没安宁过 权相们相互仇杀 整天打得不可开交 齐国很快就衰落了下来 丧失了统一全国的力量 当然 作为帝国时代开启者的管仲 还不需要回答这个王权与项权之间 如何进行利益分配的问题 他在宰相的位置上安静地死去 成为了偶像般的存在 然而此后的变法者们 就没有这种好运气了 在管仲之后 所有的变法者们 都将要面临这个终极问题的考验 王权和项权 你到底要选择站在哪一边 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将决定变法者们的最终命运 都将决定变法者们的最终命运